HELLO 大家好 我是虹悅 今天要繼續來玩 No Man's Sky 無人升空 來 根據我們上次不就是蓋了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啊 基地 有沒有 這個基地 然後也在我們這個基地裡面建造了這個發電機以及這個傳送新門 只是現在應該是還不能用吧 還是這可以傳 我進去了 我會傳去哪 我可以自己選擇 但我其實目前沒有太多東西可以飛 有太空站 我以前有去過是嗎 還是我其實只要 我本來以為我是要開船過去耶 還是我只要船過去就行啦 因為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要我們去太空站逛逛嘛 OK 那我們來去看看好不好 去看看 維金主 然後經濟 衝突程度狂暴 這感覺很危險 總之我們跳躍過去 看看這個後續燒我幹嘛 哇 這個就是傳送門 好扯喔 哇 我過來了耶 這個就是我這邊來的地方我已經事前來過了是嗎 然後它自動幫我的船停在這裡耶 總之我們現在來到太空站它是要我們做什麼 尋找生命體詢問神秘訊號的事 我記得我有來這邊跟一個NPC講過話啊 喔 這也是傳送門耶 還是這個地方其實是我沒有來過的地方啊 我現在有點不確定啊 喔 欸 沒事沒有 我之前應該是跟這個人講過話對不對 呵呵 有啦 他還跟我揮手耶 人這麼好啊 我跟他講個話 喔 我現在可以跟他講話是不是 生命體在他的中段 喔 我是不是之前有跟 有學到一個語言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可以跟他講話了 應該是這樣子吧 是不是覺得我不是顧客 看他不太想幫忙 我詢問一下 生命體心懷警戒的看著我 灰水要我離去 好像一樣耶 就是不想屌我的事情 OK 那我們就可能四處逛逛了嗎 看到這邊有個守衛 我們再跟他講個話 OK 我問他關於十六隻 十六是什麼 生命體一定要密碼就收成一團 他很害怕耶 哇 十六是什麼 奇怪的 奇怪的 暗碼 是嗎 這個地方有好多外星人喔 喔 這是什麼 一個外星人被困在裡面 這邊有一個科技商人在跟他講話 好 這個看不懂 這到底是他沒有翻譯 還是我看不懂他在講什麼 再說一次十六 他就要嚇到了嗎 我們注視著你 旅行者朋友 找出我們留給你的東西 他會講話耶 外星人雖然有說話 話卻不是他自己的 一創命把通過紅色的強光反射回來 直接記錄在我的強化套裝耶 OK 啊 我這樣就可以走了喔 蘇醒以儲存加密空間 然後我之後 再強化套裝科技商人處 誰啊 強化套裝科技商人不是誰 我不知道 總之我看到這邊有個站台核心 這是什麼 監督降落者 維生系統穩定 這邊我好像不能做耶 可能這不是我的太空戰士嗎 不管 啊 我現在是要找誰啊 找這一個是不是 喔 這一個 科技商人應該是 看一下 我可以強化 呃 他願意用可安裝的強化體來升級我的東西 OK 他講這話完全看不懂 不重要 先買 哇 這個我沒有錢耶 這個是奈米雞群耶 完全不知道怎麼取得 我可以出送嗎 沒辦法 這些是什麼大炮之類的 還有什麼推進器的 他還有那個等級之分的S級最強 然後 B級感覺爛爛的 不是啦 我應該不是找他吧 我來看一下 喔沒有啦 他 這個他只是在跟我講一些有沒的東西 就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耶 然後他這邊是有一些教學類的 什麼四處逛逛太空戰有沒有 我們還是先照著我們任務走好了啦 呃 醉毀的太空戰士對我的指令有所反應 讓我肯定太空戰士確實屬於我的 啊哈 修化內容是一組珠包 我是要追蹤這個東西喔 還懂了 反正他現在應該是要我返回基地啊 我就不管了 我要返回基地 回到基地 喔 這個基地是枯萎星球 我常常有換一個星球耶 我一定要坐在這裡嗎 我是一定要坐在這裡的是嗎 走我們回來之後要用這個基地電腦 來來來 他要我解碼是不是 我剛剛取得一個密碼 開始解密 解碼中 嗯哼 十六 他在報解碼十六 以下我訊息 旅行的早上他的自等超門飛翔吧 正在你在星星中的位置 蛤 球鬥訊號在這邊超遠耶 他在這邊有個座標 所以我應該是要開船去吧 這應該只能開船去耶 哇喔 左邊有個神奇東西 我先停一下 哇 我怎麼停他這種跪地 前面是不是 前面這個超大的飛船 我們來看一下 有飛機飛過去了耶 這是什麼貨船之類的嗎 所以這是一艘最毀的飛船耶 這麼大台應該也不算飛船 比較像什麼星劍之類的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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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要怎麼進去啊 這是一個神奇太空船 這是一個神奇太空船 我們是可以用截圖模式 看一下這邊有多大啦 偷看一下 喔 我給我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超級大的耶 有沒有 這麼大台 直接墜毀在這裡耶 我好像這個飛行也不能飛太高 現在到了極限了 他這個星劍大到完全就是 看不了全部耶 不管 那我現在是要進去裡面是不是 還是看 啊 找這個東西喔 看一下 異常之意 日誌損毀 信號引領我們找到一個貨船的殘骸 現場到處都是巨大的金屬碎片 OK 我在瓦莉中找到駕駛員日誌 要求紀錄 中端站未顯示出太空船的紀錄 反而輸出了一段古怪數字 一段簡短的訊息在後面出現 異常為群星而來逃離一把 啊 給我一張超空間驅動器的設計圖 這現在劇情老說他真的都很破碎 知智騙語的 你懂嗎 就是我其實看的不是很懂 我從電腦中拿出設計圖 這張超空間設計圖 是給傳統的太空船使用的 這麼大的貨船無法使用 有人在墜機後將設計圖放在這裡 是不是 超空間驅動 什麼東西 我用了這個東西我就可以那個 空間跳躍了 超光速 這個離太空船太遠了 然後回去一下 按X可以直接召喚太空船 我現在還知道 召喚太空 這邊是不是召喚仔 哇 原來這遊戲是可以召喚 而且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召喚 OK沒關係我們先召喚太空船 他在哪 哇他直接飛過來 這麼猛的 哇 那我應該可以直接安裝吧 超空間驅動器 這個要微處理器 還缺兩個 然後有這金鎖125個 我有點忘記要怎麼做了 然後 要先回去一下 哇等一下 我發現他不是要用做的 而是要用買的 我天哪 所以這遊戲其實後期 會很需要賺錢就對了 那感覺很多東西會需要用買的 欸觀眾幫我聽一下 我這個雜音是不是很像是什麼 有東西卡進引擎裡面 然後發出來的碰撞什麼 他直接KKKKKKK的 感覺就快壞掉了 OK啦總之我們降落 然後我們就可以走新門了對不對 新門在哪 走走走走走走 跳轉 然後我知道找誰買 這個喔這邊可以買 我應該是有一些東西可以賣了吧 我要買的是那個 微處理器 這個好像做不出來 然後我還缺兩個的樣子是嗎 看一下看一下 沒有我 我有三個 所以我只要兩個 加125個有色金屬就行 那這樣子 哇這個一個 兩萬七千五 啊到這邊不是幾七千五啊 還是我這邊只有七千五啊 這是我有七千五 啊我要五萬五 好貴喔 沒關係 我應該有東西可以出售啊 像這個火軟 你就不知道能用來幹嘛 感覺就滿費的 我們就把它全部賣掉 賣掉好了 我們現在缺錢 像這種鐵的 銅什麼的先留著 水晶碎片 應該也只賣掉 喔回收資料超級貴 可是這個東西是來解鎖 解鎖東西 哎呀怎麼會這樣 沒關係我還有那個太空船的道具欄 牛排一萬四 牛排直接賣掉 牛排存在幹嘛 金皮 金球也賣掉 這個是什麼 植物應該都可以賣掉吧 小麥 小麥超過欸賣掉 黏翼賣掉 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貓肝賣掉 啊我現在多少錢啊 六萬二好像夠了欸 只是我可能之後要再找 就是 更有效率的賺錢方法比較好 然後接著我們要回去做有色金屬 我們就回去 哇還有好多銅 OK沒關係我們等等再回去 因為我記得我的基地附近就有銅 看一下看一下銅在哪 我記得應該是這附近而已啊 這邊有銅啊對 對對對 就我之前挖剩的 要挖到250個銅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情 畢竟一下就可以挖到很多 我們就這樣子 超好挖 喔已經夠了欸 金字有色金屬 回去回去回去 用這個金字機 看一下 是把銅丟進去嗎 銅 OK 125 為處理器 有色金屬 我們可以超光速飛行欸 是吧是吧 我理解沒錯啊 返回 來來來看一下 喔 自動枕端報告 OK 空我沒有燃料 啊對 我想起來這遊戲很尿性 因為它 比較偏向教學 所以說 我做完一個東西都還要 它會完整的教我怎麼做啊 我還需要跳躍能量爆欸 我還需要找什麼反物質欸 天啊 從軌道執行星球掃描 真的假的我要從 從軌道 你說太空上嗎 喔 可以出去了 卡一下代表出去了 然後呢 我現在已經在星球上方了 他一直跟我說這邊有個東西 這是 喔這是太空船 不對應該不是這個 我們掃一下 喔他有跟我講欸 反物質蹤跡 OK 我們衝刺 咻咻咻 哇這裡是一個超像地球的星球欸 我發現 這是什麼星球啊 按下C已經掃描 高電波源星球 好吧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地球 有點好奇這個星球上裡面有什麼東西 只是我這個要小心點 我要先轉一下 不然等等 等等就變成頭朝下了 哇這顆星球好像比我那顆星球好看很多欸 你們有這麼覺得嗎 我到達了這個 神奇星球了 然後為什麼那個時間越來越遠的感覺 這是我的問題 他怎麼感覺越來越遠 它有這麼遠的喔 哇等下這邊好黃喔 我的狗眼快閃瞎掉了欸 為什麼越來越遠啊 等一下 咻 有沒有還行啊 這裡 我本來以為 從 從宇宙看的時候 這邊都是草地 倒好像也不是欸 這是什麼啊 這個就不是草地啊 這是什麼鬼地方 欸這真的是草嗎 好像是欸 按Tab略過 這裡有浮射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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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星行星按下ese來上傳並重新命名 可以命名喔 我來看一下 發現物 這顆星 我真的假的我可以命名喔 我來看一下 發現物 這顆星 我真的假的我可以命名喔 就叫它皮好了 喔 所以這個區域其實有五顆星星就對了 然後這裡是我的基地 總之我們現在是要來找反物質 欸 這邊有個神奇東西欸 打打打打打打 我們先上來一下 在比較高的地方 探索一下 是哪裡 我是不知道用F啊 好像是這個地方 我們要進去看看是不是 這邊怎麼會有什麼反物質啊 這邊還有一個長像病毒的東西欸 這是什麼什麼奇怪的東西啊 射不死欸 是射不死欸 什麼鬼啊 欸欸他在打我等一下 各位 他在打我快死了 快走快走快走 趕快進去趕快進去 他這樣應該進不來吧 我打他就打我欸 什麼鬼啊 我已經進入一個荒廢建築 他這邊有什麼 不明 不明什麼鬼啊 建築能提供遮蔽 OK 那我是要來搜尋什麼東西喔 我發 撿到一些子彈 然後呢 我是要來這邊找反物質 是不是有鈉 還有一個研究樣品欸 哈哈 拿到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的 維金組 聲望嘉義 這馬上還蠻大的 喔 找到這個 從這邊撿是不是 把這個撿走 納米基群就是從這邊找的 誰知道反物質長怎樣 急救 我點了一個急救 沒意義啊 欸這邊這邊找到找到 這個吧 通用語言資料庫 可用生命體字典 學習文字 我可以學習文字欸 學會了維金足語的闖入者 不是啊是這個嗎 這感覺不是我要找的啊 喔 結果在對面是不是 沒事沒事 我怎麼會忽略這個東西啊 這個最中間的東西 我直接忽略它欸 這個把它撿走 應該就在這裡啊 終端站上線 選擇密碼 解碼中 啊哼 成功 終端站被令人不安 脈動著的run 你塞得蠻慢的 OK 現在還能用不要太靠近 裡頭一顆飛紅色的眼睛 裝置印出一個反物質設計圖 結果反物質還是要我自己做啊 1616 這遊戲怎麼那麼喜歡16欸 對16欸 OMG 有色金屬就還要再去挖銅 OMG 阿雷 我又要回去了啊 其實這邊好像也沒什麼東西欸 這邊還有一個滴魚蛋欸 這可以拆嗎 哇操 什麼鬼 這遊戲有蟲欸 欸 欸 什麼東西啊 我直接遇到蟲要跟它戰鬥欸 這什麼蟲族是不是 我怎麼撿了蛋而已 幹嘛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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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衝我雷射誒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阿不就還有我採礦雷射現在還有 就能量還夠 哇 我打完了吧 這邊還有一些神奇的礦物誒 所以這些彈都是不能拿的是不是 這些滴雨彈都不能拿的喔 誒 我發現這箱下面有那個誒 科技模組誒 都來了 順便拿一下好了 爽喔 這樣就拿歐魁都吃掉了 不錯 總之來看一下齁 再看一次 反物質要有色金屬加濃縮碳 有色金屬需要銅 濃縮碳應該就把碳拿去精緻吧 把碳丟進去 真的耶 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我要找超級多的碳 和超級多的銅 超級無敵麻煩 挖礦 挖礦 這邊桶都快被我挖完 你知道嗎 這樣子應該可以做了吧 應該都準備好了 反物質先做一個出吧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組裝反物質的東西 這個就能量 誒 那個 呃 你們懂的 就拿來做空間跳躍用的嘛 直接做一個 然後就可以做能量包 好 這怎麼麻煩啊 一大堆要做的 可以做了耶 YES 替超空間驅動去安裝染料好不好 只是不知道這個東西可以用幾次 其實我在想我是不是之後會需要用很多很多 就多 應該要多準備一點這種東西 有沒有 像我目前 做一根只能回25% 啊我不知道我跳躍一次有沒有 要耗多少電 很煩 我們現在加滿燃料 發射太空船至太空測試星際系統 什麼意思 用快速選單來存取銀河系地圖 銀河系地圖 我要到那個宇宙去才可以 太空去啊 不是宇宙 喔 我上來了 呃 銀河系 喔 所以我可以跳躍是不是 空間跳躍 沿著路線才能夠飛 OK 空間跳躍 空間跳躍 銀河系地圖 哇 我現在這邊是一個神奇太陽系有沒有 我們現在人在哪 在 呃 就是這附近的一顆星吧 看不出來是哪一顆 然後我們就可以 移動到其他的地方 比如這裡是不是 真的欸 我可以這樣移過去欸 然後我們的目的地是銀河核心喔 什麼東西 我們銀河核心是要到銀河系的中心是嗎 這邊喔 這邊是銀河系中心喔 哈哈 真的假的 銀河系中心心有這麼遠喔 你看我現在已經飛很遠了 我飛很久了 我還需要 呃 距離還有70萬光年欸 超遠欸 哈哈哈哈 天啊 這遊戲是不是如果要玩完就要花超久 我也不知道我會玩到什麼程度啦 總之我們現在就是要選這個嗎 選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飛過去了 空間跳躍 他應該是有空間跳躍吧 我們要飛到這個BR什麼鬼的 飛 飛飛飛 我們現在在飛行了好不好 這個就是空間跳躍 不知道一次好幾%電 喔 我們到了別的星系了欸 然後映入眼鏈的就是一個奇怪的星球 酷熱星球 哈哈 看一下 每一顆星都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正常的 欸幹嘛 錯誤 導航失常 怎麼了 怎麼了怎麼了 我發生什麼事 蛤 以取得 什麼東西啊 他又去不知道什麼鬼地方了 跟隨太空船自動導航 這也是一顆毒性星球欸 有沒有比較正常的星球啊 再看一下 這顆呢 喔 這顆好像不錯喔 荒涼星球 看起來也沒怎樣 這太遠看不到 天堂星球 哇喔 天堂星球是不是感覺很屌啊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先不要去這個什麼奇怪的 奇怪的星球對不對 有沒有人規定我現在一定要來這邊 我很好奇天堂星球長怎樣 我們是不是要去天堂星球爽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然後太空船在這裡 掌空船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我也想要先來這邊看一下 我已經穿越星系到別的星系了 這個直接空間跳躍 不是空間跳躍 那個推進器加速一下 我好像真的快沒電了欸 這好像不太妙喔 搞不好我材料不夠就完蛋了 我只能在這邊挖了 媽 完了 沒電了 這個我可以用嗎 這個用這個穿就可以了是不是 我還有蠻多個的 但補不滿欸 哇靠 哇 欸好扯喔 如果我不用那個加速的話 我飛過來花一小時欸 好扯喔 我感覺我真的需要多準備一點燃料之類的欸 不然怎麼玩啊 哇喔 哇喔 哇這邊感覺真的很不錯欸 我終於找到一顆像地球的星球嗎 看這裡有沒有海就知道了 欸這遊戲的星球是不是都沒有水啊 我目前沒有看到像有水的地方欸 下面這是水嗎 這不是水啊 不行啊 這邊感覺就沒有什麼神奇的東西 其實看起來像是沒有水啊 算了 反正我覺得 我也只帶來這邊看一眼的啦 好不好 看看嘛 我們的目標還是這一顆啊 燃料資源抵達倒數22小時 我這樣子可以補嗎 等一下我開個過去嗎 我這樣子開過來這邊剩58欸 而且我一次超空間 就會要花掉20%欸 我沒辦法飛回去是嗎 好扯喔 完蛋了 現在有點不太妙 我先飛過來看看能不能趕快到 我還浪費資源了天啊 欸這一顆上面看起來像有海 你知道嗎 雖然說它是荒涼的星球 但看起來有海 我只是想看看海而已啊 你們懂嗎 我飛 這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海 哈哈哈哈 這邊看起來真的很荒涼欸 欸新款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只是我要小心點 OKOK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小心點 欸欸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差點撞下去 哈哈哈哈 嚇死我 OK我們可以下船 這邊天氣平擠賞金優惡什麼東西 這邊溫度很低欸 燈燈 蛤 對準目標在這裡 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是有什麼東西嗎 喔 是這個大 大東西是不是 我們進去看看 欸我現在很冷欸各位 這地方沒有 輻射和毒素比較少 但是很冷 我們來看一下 蛤 蛤 這裡有一個洞 然後呢 這邊有個樓梯 這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廢棄星門 異常之星 什麼的 這棟建築 跟我們目前為止 見過建築完全不同 每個系列都看出來是外星建築 我聽著它調文字在腦袋這棟組成 是一段語言破碎的古怪片段 是靈者 是朋友 是 當然是朋友啊 對不對 回答 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問題的問題 感覺很奇怪 但起來有的人聽到我回答 我有股強烈的感受 仿佛我東西蘇醒了 在遠處看著我 他又給了我另一個問題 是第一個還是最後一個 什麼意思啊 我是第一個啦 還是最後一個 是最後一個 我不知道究竟上 什麼管道接受訊息 這說巨石相當古老 我無法擺脫這段感受 他似乎已經問過了很多次這些問題 他再次提問 他遇過飛鴻眼 飛鴻眼見過他啊 飛鴻眼應該算有見過他 啊 街市啊 街市 異常可能性超過安全方法 真超破 蛤 警告 邊界崩壞 高牆崩塌 你的宇宙正在等待 來找我們旅行者 我到底是要找誰啊 他給我一個跳躍能量寶 所以說我能夠繼續跳躍的意思 是不是 哈哈哈哈 OK 哇 所以我之前那個星球就不會再回去了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在那邊慢慢發展 但結果好像不是 他知道我去哪裡 繼續走就對了 我要沿著這個路徑走 哈哈哈哈 OK 所以他這個比較偏線性的感覺 是不是 就是星球的移動 偏線性 然後 呃 感覺他去的方向 真的就是銀河系中心啊 至少我現在看他這個點 是這樣 是這樣排的 OK 總之我們就繼續 選取恆星 哇 我來了一個超大顆的星球 不明星球未發現 掃描一下 附助的星球 這麼有銅金啊 好爽 然後我現在又要幹嘛 前往陌生的座 他現在就是一直要往前走什麼的 然後他說什麼 開啟通訓設備 我說到什麼神秘訊號 開啟 什麼 收到訊號 來源不明 你並非 什麼 滋滋 獨自一人 請表明身份 我是滋滋 好 表明身份 你丟下我 蛤 我丟下他 為什麼你 說我不懂 你倒會這麼說 你當然 就和其他人一樣 詢問談話對象是誰 沒有回應 通訊設備沒有傳出聲音 頻道仍然暢通 他直接不屌我耶 跟我玩亞迷 你知道嗎 然後我又收到一個座標了 這陌生的座標沒有東西耶 喔 這是一個 欸 有奇怪的那個耶 奇怪的飛船耶 我可以攻擊他嗎 我攻擊他我不會被打 啊 我打他了等一下 剩餘的敵對貿易船海盜行徑 欸 我打他 他就開始打我了啦 哈哈哈哈 我等一下走劍而已 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打我 什麼鬼啊 我現在應該是沒有什麼 能力去打別人的船啊 以後再 有機會再說啊 OK啊 從這門降落 這邊感覺超級冷的 你們不覺得嗎 漂流的雪豹 OK 青青球技是最小型 試打這顆的確還蠻小的 欸 這邊還有敵對生物耶 欸 欸 我被吸喬喬啊 看到了看到了 就這個 先撿一下 他有修復東西耶 我要準備那和這個 有色金屬五個耶 我 我現在準備有色金屬五個啊 完蛋了 這邊有一台新的飛船耶 我可以先進去嗎 哇 這裡面 是不是有好康的啊 有一些貨物啦 但是這邊沒有我要的東西啊 這全部都是壞掉的 喔 這裡面有有色金屬 這可以撿嗎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直接做這個精緻機 我感覺我就一直在這邊當工具人耶 這工具人模擬器耶 天啊 製作 十個就好了 我們不要做太多 啊 隨便啦 我可以做啦 一口氣把它全部做完好了 然後之後把它拿走就好 信號信標 可以了吧 可以修了吧 OK 然後呢 那我不是修好了嗎 滋滋 滋滋 他一直跟我講滋滋 沒有生命跡象只有輸腿通訊設備取出紀錄 我會解除新東西了是不是 阿爾特迷斯 駕駛名字 我們只能找到這些 OK 它死很久了 總之我可以增進我的採礦光束 哈哈哈哈 所以它現在就在我在這個冰雪星球 採礦就對了 看一下這一台 這一台 這些東西真的不能拿走嗎 還是我其實可以修復這一台阿 修復這一台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開走對不對 這台感覺是不是比我的 比我的太空轉好強阿 總之我覺得我們今天這集就差不多像這 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也喜歡 那如果怎麼進行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